今天你要举证 你没有对你的配偶施暴 你要有证明 包括你的家族可以帮你证明 包括是你的配偶对你施暴 也可能你配偶为了要跟你离婚 他故意去乔米撞了一下 然后他说是你撞的 那这个时候你随时 我们手机很方便 可以马上做一个录音的动作 我们录音很方便 马上做个录音的动作 那么这样子的话 对大家都非常非常的有一个拿大 现在不敢于就砍死了他 所以说如果有保护力 也并不表示你完全都有了保障 一切都是要靠自己 那在八十八年开始 我们的新亲爱防治条里面 也有了新的规定 我们以前都认为说 夫妻之间做这个应该做的事情 这是合法的事情 那以前男女朋友做都可以了 为什么夫妻之间不能做 我要跟各位报告 两兆人士 不管先生太太 有一个人不要做 另外一个人强迫他一定要做 要履行夫妻同居这义务的时候 很抱歉 你就犯了 性侵害了 因为要两个人都同意才能做 有一个人不同意 另外一个人强迫 就叫做强制性交 就犯法了 不能够因为说你们有夫妻的关系 就一定可以做 那另外呢 我要跟各位报告 请您记得 今天如果说晚上要出门 要记得结伴 小朋友要结伴 那大人的话呢 大人小朋友都记得 要走亮的路 走大路 要走有灯光的路 因为很多的小小 甚至说吸毒的人士呢 都会藏在隐形 都会藏在黑暗之处 那不少的什么时候 他会跑出来伤害到我们 这一点呢 也要跟朋友们做说明 很重要 如果说真的 遇到了坏人 你要怎么办 请记得 学生要携带个扫子 那你说我用防囊液 防囊液也可以啊 只是怕 那个时候你放在皮包里面 等你找出来的时候 你已经被人家安装了 因为你紧张都找不到 但是你有嘴巴呀 要怎么办 请你记得大声叫失火了 不要说强暴啦 抢劫啦 杀人都没有人会理你 你为什么要说失火了 因为买一栋房子不容易啊 你喊失火的话 旁边会赶快跑出来看 有没有烧到他家去 他不是为了要救你 他是为了说 他家的房子有没有被烧到 这一点的话 大家特别注意 你如果说 哎呀强暴啦 强奸啦 强夺啦 他都会问我说 强也是强你家 也不会抢到我家来 强暴也在强暴你家 也不会强暴我家 他就不会给你管了 所以说请大家特别特别的注意 那 拉拉扎扎讲了这么多 也是希望各位能够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 其实警察做了很多干预 然后限制各位的事情 但是 警察永远是您的好朋友 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 请你不要忘了拨打110 我们随时都会在您附近 尤其是呢 警力有限 名利无穷 也希望各位做我们的阴眼 能够把我们的触角伸到各地方去 任何的角落 让我们的社会呢 能够像我们现在的这个 吴县长讲的爱与祥和 在这个社会里面 也让我们投眼线呢 马上就要升格 成为五都里面 六都里面 最好的 对不对 最好的一个县市 好 那现在呢 有四份礼物嘛 那我们就来送礼物 来看一看 我要问第一个问题 第一个 因为有两个是玩偶 所以我就要找两个小朋友 两个是大的东西 所以我就找两个大朋友 好 我先问一下 谁能够告诉我 几岁的小孩是不能够进入网咖的 几岁不能去网咖 我们要一个一个来 看哪一个先举手 我刚刚看到这个小朋友先举手 他先举手 来来来 因为是他 那我就要换一个问题了 我就别